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毅博士变装视频 库存太多盲清理,表情拽拽的像小孩 在12月9号的时候 王毅博罕见的晒出了一段视频 相信粉丝们和小编一样感觉无比的惊讶 因为整个2021年他都没有晒出过自己的自拍照 偶尔会晒出一些视频,全部都是工作需要 但是这一次他的心情大好 竟然晒出了自己的变装视频 这几个画面都没有见过 并且在视频中他坐在地上露出一副拽拽的表情 冷酷的样子就是大家喜欢的模样哦 在很久很久以前 王毅博就露出了太多太多的库存 不过他都没有和大家分享过 这一次竟然罕见的晒出那么多的片段 也难怪大家都说难道是手机内存满了需要清理吗 这一组视频也是之前所录制的 因为从衣服就能够看得出有一些眼熟 他晒出了三组变装视频 第一组是大家熟悉的西装 还有一组是他代言的衣服 而且每一组视频都会有一些变化 每组视频 在气质上也会有一些改变哦 比如说厚厚的羽绒服就给人一种阳光少年的感觉 因为浅色的衣服再加上他帅气的容颜 就像是从雪地里走出的男神 那种阳光帅气那种干净清澈是很多人都比不上的 当然除了这一件羽绒服以外还有一组是西装 这一组西装相信大家都非常眼熟吧 之前他出席活动的时候就穿过 所以这一次在变装视频大家感觉有一些熟悉感 在视频中他所晒出的角度非常的酷 不仅拉长了自己腿部的线条 而且显得非常的高冷 就像是霸道总裁一样 果然人靠衣装马靠安 不同的衣服也能够体现出不一样的气质 虽然都是王一博 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千变万化的 这些视频都是王一博之前所拍摄过的 也难怪大家都纷纷调侃库存 太多忙着清理 不过我们就喜欢他快快清理内存 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千变万化的王一博了 尤其是他伸出手指头的样子就像是小朋友 在视频的最后他伸出了一个三 只有小孩子才会做出这样的手势 果然他的内心还是长不大的小朋友啊 最近王一博有一些活跃 主要也是为了给新的电视剧做宣传 由他所主演的风起洛阳 正在热播当中 他和宋毅的感情戏被受关注 尤其是今天晚上刚刚更新的追妻情节让人喜爱不已 有多少女孩子自动代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